就是颜真经写记者文稿 不是他个人可以再造的 是真正的真性情的流露 就是那个国破家亡的时刻的心情里面 所流露出来的草稿 变成了最高点 还是铁野时 被下放到黄州 命运最拐强的时刻 所留下来的痕迹 对政治的腐败 对天下不安的那样的一种悲痛 而发之于书的 他直接影响到了宋 所以宋在比较讲究 人的性情 开始从唐代的法度 转到个人性情上的流露 书法变成更为个人性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们一天会看到 宋四大书家 其实是四种生命典范 四种不同的生命典范 各自以他的风貌 完成他的艺术上的成就 而这艺术成就 也就越来越是生命写出来的 不是墨枝写出来 是血写出来的 是生命写出来 不是笔墨写出来的 还要更贴近个人生命的历练 这件事 因为后绘画还有形式的东西在追求 所以中国后来从圣以后 书家的地位是高过画家的 一直是高过画家 因为书比画更直接是个人的生命 所以书家也特别难 也特别难 而他难的原因是因为 好像甚至连刻意而求都很难 可能是一辈子 他也不过就是做到规矩跟公正 他未必能够创造成为书方 就是我们上次约略提到说 清代不提了 清代的几个书家有哪几个 其实也输不出来几个 就是各有创造性 那么从民国以后 有几个 我们现在讲的说不是书法教育 不是说个人用功 而是说他写了一个字 是这个时代里面 有非常强的时代风貌的 最后就连五个指头都弯不下来 最后难到这个程度 那么这里面就不只是苛刻 而是说因为是活出来的典范 最后那个字 我们看横一的晚年的字的时候 觉得根本不是书法了 是他个人生命修行的结果 那个完全不带人间烟火的 那样的一个劲 甚至用血 用自己的血来刺血血清的时候 那个线条在纸上或留下来的那个痕迹 就变成一个生命的分散 变成某一种生命分散 所以这一类 我是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它不完全是自拥的这样的形态 它是真正是 比较从创造的角度来讲 所以我们说 那么圣朝 这么长的时间 南北圣加起来 什么所谓的四驾 圣四驾 也未免太苛刻了吧 那么欧阳修呢 欧阳修现在几古录 那个字其实写得很好 可是 已经不是治好就好的问题 是生命的典范性的问题 它最后列出来的四驾 是生命典范性的东西 所以 或者列不进四驾 像社会中 它变成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书封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 那么这些部分 我们明天会在圣朝 可能再跟各位提一下 那么至少到唐代的时候 我们刚才所提的 有一个意思是说 书法越来越跟人 内在的生命经验结合 所以刚才介绍的 孙过廷的书谱 韩愚的宋高贤上人旭 都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张怀观的书段里面说 即以趁颂横之至 或脱以善欲结之怀 就是愚嫩的时候 可以借书法来写 把自己的愚嫩写出来 那么一种开朗正横的 一种意气风发 也可以借书法写出来 越来越觉得书法 这样的一个 为不住道的文字这件事情 所有生命的经验都在里面 都可以容纳进去 这个时候书法 才真正跳跃 成为中国最高的一个艺术心态 就是我们第一次提到说 世界没有一个民族 发展成这样的艺术 并不是说其他的民族 没有书法 其他的民族的书法 都停留在美工字的阶段 就不能再发展 只有中国的字 不是美工字 我们等下看记者文稿 它是完全违反美工字的 它一点都不工整 它大大小小 秃秃改改 可是它竟然变成 美学的最高点算 就是它是反设计的 它不是为了装饰 它是生命全体的表现 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 文字这件事 的确只有中国有 就是书法会变成 最高的一个艺术形态 那么这部分我想 我们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想书法 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在不同的境界 要谈不同书法的可能性 那么当然从工整 规矩慢慢升高 最后它竟然可以 不工整不规矩 而可以是最高书法 那个就很难了 那么唐宋说 这个东西再完成 所以比较麻烦的是 可能怎么看记者文稿 或者明天怎么看 韩石帖的这个问题 我记得过去 我有一个场次 专门讲过韩石帖 所以这类的作品变成 大家觉得没有办法临摹 也不可能去 故意的去造作写它 所以我今天要去 学韩石帖的词 就没有什么意义 而它是一个个人的生命 在流伤的 受到打击压抑的 最悲伤的境界当中 最后自己 用书法去 用自己生命 找到理想的 一个过程 变成留下来 所以我一直说 它有非常强的文件意义 非常非常强的文件意义 那么到圣里以后 特别强调说 独帖 这件事情也指的是这个 所以这种帖 并不是要写的 或者要去领摹的 叫独帖 独帖是什么 独云云众生 现在去独帖的时候 各种帖 这样一直翻一直翻 这边是王夺 这边是尼元禄 然后台经龙先生说 他最早写王夺 然后他碰到了一个老师 沈颖默 沈颖默先生就说 不要写王夺 王决斯的字 有一点甜妹 他一定要甜妹 这两个字 他就不写了 他就去写尼元禄 而那个尼元禄 是明朝亡了以后 被拜自杀的殉国的 他就开始写尼元禄 所以这里面很复杂 书法变成 跟很多东西混合在一起 就是选择书法 最后不是选择书法 去选择人的品位 选择人的品格了 所以这里面非常复杂 越到后期 这个东西越复杂 他把所有这个民族的 各种东西 全部纠结进去 所以常常跟这个老先生 在一起听他们谈话 就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后来 再到故宫去看了兰夺的字 就觉得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王夺 王决斯的字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甜妹两个字的意义又是什么 为什么他最后就决定 不要再写王夺 一听到甜妹两个字就不写了 为什么去选泥源禄 为什么写泥源禄 变成他最高的一个那种 扭折的线的这种发展 为什么张大千这样一个人 其实在话里满甜的一个人 最后把他家常 大风堂最好的泥源禄 送给台经东先生 所以这里面很有趣的一些关联 我就觉得书法一个书法史 所贯穿的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这个民族当中 选择自我风格的一个态度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就是那个字跟自己的关系 或者刚刚讲过红衣 最后所有的艺术 作曲不做了 床亭外古道边那样的音乐 那样的才气都不做了 画也不画了 最早把模特带到中国了 画也不画了 最早创办春流继色的 戏也不演了 最后持有书法 可是书法也够了 对他来讲书法就够了 因为书法就是最高的修行 因为书法里面修行的是云云众生 就是修所有人的万物情爽 然后可以读帖的时候 就读到这个人的祸答 这个人的沧桑 这个人的枯稿 这个人的温润 这个人的什么什么 帖就一张一张的翻过去 就翻到了每一个人生命的形态 那如果自己最后 带有一个比较大的宽容 就是其实真是像韩宇讲的 在看所有的万事万物 而不含沉见的去看 我们看日月星辰 看风雨水火 看虫与鸟兽 草木花石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会批判的 我们不会说 你看这个蚂蚁长得那么丑 那么月亮多么美丽 所以他这个并列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就是说 他其实说 你就是在观物而已 你在观物 你在看生命的各种不同的形态 而蚂蚁就是蚂蚁的生命形态 他是不是比那个星辰要低 也不见得 他其实是并列的 那么读铁读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心境 就是觉得书法里面 原来包容了这个民族 这么多不同的生命的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 后来再看看有为去骂董锡昌 说好像带 因为拿了一个花的镜子前面 有一个座台 就觉得也可以不必如此 因为觉得董锡昌的那个飘逸 真是漂亮 我们在后礼拜一吧 讲明朝的时候 董锡昌站在那个很细的圈部上 拉出那个细的不得了的线 它就是有一种 好像那个离开纸面的感觉 就是飘的那个样子 漂亮到那个样子 女性秀气到那个样 那又觉得说 如果从康尔维的角度 因为康尔维那个字 整个要杀到纸里去的 那么那么渗透进去 他就会觉得那根简直是飘的 那个手指都是细的不得了 再转 那么康尾当然是要 用肩膀去拉线条的 那么这里面就是 都有主观了 那如果能够用 刚才韩裕的那个角度去说 是从物观物 从物观物 而不是从我观物 以物观物的时候 从云草木花石 从云鸟兽 都可能是生命的一种形态 开始有一种 比较不同的包容 我希望这个部分 因为唐代书法里面 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所以读唐代书法史 唐代的话论 跟书论 里面就开始很多这一类的句子 就叫人家去看说 那个一本老书 老的书 然后被虫柱 柱出来的那些文 就要人家去看那个 所以去看那个 虫吃纸的那些文 那么其实是一个痕迹 自然当中的一个痕迹 然后从那里面去领悟 很多的书法 笔法 然后追画杀 乌漏痕 这些一眼折拆骨 其实都是讲说 书法就是在管武 看那个下雨天 留在屋顶上 留下来的水痕 水的痕迹 那个漫幻的 沧桑的痕迹 去看那个树枝 或者锥划过沙地 两个沙开始排开的 那些痕迹 看那个头上的拆 折弯的这个感觉 所以书法的学习 就变成不是在写字里学习 是在生活里学习 生活的一点一滴 都可能累积成为 书法的感动力量 或者是做人处事 全部就变成书法 所以这个部分 过去总是觉得 谈书法谈到这样 变成悬是又悬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 希望把中国的书法 拉回到更为理性的技巧派 来讨论 我想这部分 当然很重要 就是说 也许我们这个时代 还是很需要一个致用 好好的去归纳一下 我们的书法教育 怎么走 到底从初级教育里面 书法应该如何普及 或者如何使更多人 喜欢这个东西 可是同时 当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想他就不能够满足 他一定希望书法 跟他的生命性情 能够结合 那部分 又可以有不同的层次 所以 有没有一个可能是说 自由那样的人 今天实在是急需的不得了 因为他可能会为我们 再造一次新的 现代的所谓争吵千字文 或者永之八法的结构 让今天的现在这些 已经不拿毛笔 作为最主要书写工具的孩子 青少年 还可以重视这个汉子 因为他其实已经 临到空前的危机了 所以看到一个人在那边 大谈书道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担心说 你看到外面 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这是很忧心 可另外一方面觉得说 大概这个时代 也需要一些张旭这样的人 就是光是以书法 敢脱脉漏顶王宫前 他就是一种自负 跟风范 就是一个书法家 在到王宫之前 脱脉漏顶 是因为他是书法 单单以书法 他就变成影中八仙之一 变成他生命的一个形态 而皇帝必须称他为三绝之一 那么这个时候书法里面 包含出来的那个 信心的流露奔放 也觉得很需要 这需要东西很多 那可是 不晓得今天会不会是唐朝 如果是唐朝 当然这样的东西 在魏晋南北朝之后 三百多年水到渠成 所以有李白 有张旭 怀素 有欧阳逊 这些人在那边 康昆仑 公僧 大娘 舞蹈 各方面的 都是精彩的这些人物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文化 整个激荡出来的 这个花季的形态 而书法的确好像最抽象 他感受到时代的人 整个的速度跟节奏 他就用书法 那么简单的文字的形式 把整个时代的风貌 就建立起来 所以我想 唐太的东西因为各位最熟 尤其是楷书 所以我想在介绍的部分 我们也许会比较的简略 希望从美学的 比复的角度里面 希望各位有一个机会 能够不止再一次回忆 或者重温 各位可能都写过的 欧阳逊 于世难 楚遂良 或者是流光泉 而同时也注意一下 在产生我们今天歌颂的 最多的唐楷的同时 有另外一个狂潮 一直在进行平衡 所以才构成那个时代的大气度 而不只是拘谨 并不只是把自己绑住 绑在那个规矩的工程里面 同时能够用他的叛逆 去尊敬规矩 我这个句话的意思说 我觉得最后最高的尊敬 其实是一种盘意 因为人是为自己的时代活着的 如果一直重复前人写的 其实是对前人的大不敬 因为前人并不希望你不创作 因为他们也在创作 如果他在唐代创作过 我相信他绝对不希望 今天的中国人是不创作的 而继续重复他的字 我想这样的一个角度 可能是真正理解唐代的一个基础 就是唐代每一个人都在创作 如果一千年以后 他看到他的子孙都在写他的字 而写的没有创作力了 我想不见得会开心 大概又要去喝酒去了 好 我们下面看一看 用幻灵片来跟各位做一下介绍 各位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习惯所称呼的唐凯 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完成的时期 反而是在隋 在隋代 如果以后有机会跟各位在谈中国美术的历史的时候 我想我们会可能特别挑出有一个阶段 在中国美术史里面一直不很被重视 有点被忽略的 可是影响力很大 就是北齐到隋这段时期 南方是盛西两层 那么北方 北魏后来分位成东魏西魏 然后又分裂成北齐跟北周 北齐跟北周 那北齐这段时期时间很短 然后过渡到北周 然后再过渡到隋 那么在这个短短的大概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看到在北方形成了一种很结构主义的美学风格 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到北齐或者隋的佛像 好像上次有些朋友跟我们一起到欧洲 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一件隋的佛像 隋的佛像有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整个身体非常的平板 它在人体的很多复杂的曲线的部位 全部过滤成有一像像一片石碑一样的感觉 然后很喜欢这种垂直的很结构的线 我们说结构主义 我们就用西方美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就是说非常讲究秩序 讲究秩序的规矩 所以它常常故意的把一些复杂的 小的琐碎的细节省略 而完成一种很规矩的东西 像西方现代艺术里面的蒙德里安 蒙德里安的东西 水平垂直线这样的东西 所以各位现在看到的《龙藏四碑》 是隋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一下子立刻谈 《唐凯》里面的欧阳荀 于是男处隋良这些人物 我们应该注意到 隋朝的几个碑 已经开始把凯书的某一种规矩建立起来了 各位再回想一下 就是上次我们讲魏碑的时期 北方的碑 我们曾经提到像《龙藏二十品》的照相记 它开始把历书写上 然后它寻找这些线的时候 很不工整 可是它还开始找这个东西 这个过渡 就是水平的线条要过渡到垂直线条中间的一个顿 如果我们以结构来讲 它是一个三角形 就是这样的画一根线到这样的一个线 它是一个三角形 在水平跟垂直之间 有点像建筑物里的柱子跟梁的接头的那个部分 那个接头的部分在历书里面不是这样接的 历书里面是直接方转下来的 它并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在魏碑里面 在《龙藏二十品》里面 一直在寻找这个过渡 那么它基本上的一个目的是 希望找到水平这根线 跟垂直的这根线中间的最好的一个关系位置 也就是各位现在写凯书 基本上一定有这个习惯 甚至你写刚笔的时候 你都会在这边顿一下再写 所以这个习惯已经变成 我们今天写汉字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不是在唐凯完成 其实是在谁 他的凯书里面就已经把这个完成了 所以《龙藏四碑》 还有等下我们下面看到的 水朝的苏慈牧之名 还有一个水朝的东美人碑 这三个碑 是我希望在进入到唐凯以前 各位先了解一下 就是它是凯书最早形成的一种可能 所以它归结到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就是欧阳荀 欧阳荀我们今天都说是唐凯的吉则 那么这句话对不对 其实有一点矛盾 为什么 因为水朝王的时候 进入到唐的时候 欧阳荀已经六十几岁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欧阳荀是一个 在谁道完成书法风格 而到唐道达到巅峰的一个人物 因为六十几岁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 其实他大部分的风格的某一种形成 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欧阳荀其实同时跨谁唐 那么在随道的这个凯的规格 继续发展下来 其实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欧阳荀的前身 如果各位写华杜斯杯或者写九成功的话 对欧阳荀的作品比较熟悉 就会感觉这里面 其实有欧阳荀的某一种风格 就是那个水平跟垂直 以及这些陷阳的甲井的某一种工整性 是跟欧阳荀是有关系的 就是随碑跟欧阳荀之间的关联 所以我特别在唐凯之前放三个碑 就是龙藏寺碑 苏慈木之明跟东美人碑 让各位了解一下随道的这个书风的发展 右边是龙藏寺碑 左边苏慈木之明 苏 苏慈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其实凯书的某一种风貌 也都有决定了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感觉到 就是跟各位可能熟悉的欧体的字 其实关系非常非常密切 所以这些字体直接跟唐凯中间 有非常密切的连接的关系 所以他真正开始摆脱了汉立的某一种习惯 因为上次我记得我们曾经比较过说 三百多年的魏碑 北碑 他有一种尴尬 他那个水平写到结尾的时候 他不晓得应该往下还是往上 因为随书是波折这样飘出去的 有点往上的意思 如果是凯书 他可能是往下顿一下收风 所以你觉得魏碑的时候很好玩 就是三百多年 既然大家写字 写到那里就有一点彷徨 那么当然我自己很喜欢魏碑 我觉得它的彷徨特别让我喜欢 就是那种陌生 无限可能 然后字体还没有固定 所以它里面有一种自着 龙龙二十品的那个自着 恰恰好在于 它往上一下又往下一下 构成那个锋芒的 那种锐角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魏碑是一个过渡性的字体 从汉吏过渡到唐凯 那么中国在书法风格上 最强的两个朝代 汉完成吏 唐完成凯 果然就是一种法度建立的时期 那么现在又一次的脱离了汉吏的影响 重新把随常的凯字的自己的风格完成起来了 好我们再看下面 好这是董美人墓志 美人总是墓志明 这墓志明蛮有意思的 以后其实可以学一学 民间的这种碑 其实有一点点魏碑的风格 各位可以看到像这种 纳的笔法 这些笔法还是有一点魏碑 可是它开始不像魏碑那么不平稳 开始去归纳出结构上的稳定性 这些线条如何布局在这样的一个方当中 布局到刚刚好稳定的状况 也就是说那个九宫格式的确在完成 它结构上跟汉吏不同 各位上次看到的汉吏的那个扁平的结构 他已经把它重新改换过一次 那么另外我们延续上一次 在魏京南北朝的时候提过 就是佛教的传入超新这件事情 变成中国书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的方法 所以我把一个旁人的血经放在这里 各位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自己跟超写佛心之间的关联 好我们再看下一组 然后我们看到欧阳寻的九成功出来 那么九成功是个非常熟的字了 所以我想我不做太多的举例 所以等一下我取的欧阳寻 反而不是他的碑 是他留下来的三件墨迹 就是张汉铁 补伤铁跟孟变铁 就是他留下来的墨迹的部分 我想让各位看一看 不是刻在石头上而是用墨迹留下来的这个欧阳寻的风格 那左边就是怀苏的秩序点 各位在故宫也常常看到 那我想这两个东西就变成了很有趣的 刚才讲的唐凯的规矩跟叛逆的浪漫 遇神跟九神的对上形式 那么在这里面的线条的飞扬流动的寻找 跟这里面规矩的寻找 就是结构上严密的严格的寻找 变成两个唐代书法 视觉上最强烈的对障性格 那么会话上也没有关系 其实在美术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同一个时间在出圣堂的时候 比如说吴道子代表的一个风格是 线条的飞扬流动 那种无代当风的这种形态 跟李思逊的宫廷绘画 袁立本的宫廷绘画里面的一种工整性 其实就是一种对比 然后同一个之间更有趣的是 王维开始开创了文人画派 文人的三选画派 所以有三个系统在同时在走 就是一个贵族的 一个民间的 一个文人的 同时在发展 那么有一个传说 记录出来说是吴道子当初最初是学书不成 然后去学画 他不尽可靠 不尽可靠 可是后来引用的人很多认为 用它来解释书 书是所以高过画的原因 我要讲的是说 中国的书家后来地位是 的确是比画家高 可是不一定完全是这个原因 是说书常常是更为抽样的 抽象的画 它的难度比画更高 是因为它只依靠大家都会的那个文字 而要把它写成一个风格的时候 它比绘画是难度更高 更纯粹的一种意识形态 艺术的表现 好 下面我们就有一些部分 就尽量用凯根草的对比 让各位能够看一下 这个怀术其实蛮有趣的一个人 他这个秩序帖里面写 他自己有的地方也非常的狂妄 歌颂自己也歌颂得很厉害 那么说他是一个和尚 一个禅师 可是他又精禅之辖 很喜欢书法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是在历史上 我们就没有看到 他好像跟佛教有太多的关系 他的行为上很多东西 其实不那么完全让你觉得 他是一个禅师 有很多部分是很放逸的 非常放逸 也很世俗的 这些部分 所以我想唐代的这个佛教 其实也可能很复杂 就是这些书家园本身 也可能有一些部分 就跟世俗之间的关联很大 好 我们看下一组 好吗 他的画度斯碑 那么这个现在已经藏在巴黎了 一个宋塔本的画度斯碑 各位这些都很熟 我只是希望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他的线条跟线条中间的 绝对工整的夹紧性格 就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 去看欧阳寻的时候 里面那个严密性 一丝不苟的严密性 等一下看到墨基本的时候 会更明显 好 我们再看下一组 好 下面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藏在大陆的这个 欧阳寻的墨迹 就是张汉铁 我想各位对这个人也很熟 那个做官 后来他是江南人 然后他的家乡里面 那个鱼羹做得很好 然后一听到秋风起 他就很想回家吃麻痹 然后就辞官不做 后来变成中国 所有的那个做官的文人 最向往的一个人 就是转鱼菜羹这样 那么就是他写这个故事 好 我们看到在这里 欧阳寻的这个墨迹 各位感觉一下 他在线的运用上 笔拿得非常紧 然后笔的线条跟线条 中间的那个夹紧的过程 几乎完全用高度的那个技巧 去把它做结构上的一种结合 所以中间的 我不晓得 我看欧阳寻的字 总觉得里面有一种 有一种很强的张力的感觉 就是各位明天看到宋代的时候 像书字 黄山谷还要比较的紧一点 像苏东坡的字 都比较放 就是里面有一些轻松的东西 可是欧阳寻的那个法度的森严 其实已经不是刚才我们看到 刻在石头上那种很 正凯的感觉 可是你还是感觉 他每一个笔的运用 从头到尾 很少有比较随意的部分 我们其实可以想一下历书 各位在回想上 我们放了很多的汉茧 居炎跟黄 楼兰的汉茧 我们说这个蚕头跟厌尾 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鄙视 把风放出去 但那个部分就比较自由 可是在欧阳寻的字里面 其实很少这样 我们看到他连这样的笔 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都是一笔到底 轮轮举举的 所以每一个 像这个刃这样的一个转 其实都很紧 所以也可以看到他跟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 欧阳寻的 大家比较熟的 法度斯碑 或者是九成功的碑 中间习惯性的某些关系 比如说这个 书这个字 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笔画 他的一个特性 常常是这一笔有点直 如果我们平常现在写的时候 有点从 比较早就开始往这边写 他通常这个笔都比较直 所以常常在整个的行器上 会感觉到里面有一种正的东西 一直在贯穿 有一种非常挺的 正的那个东西 那么 上到的黄山谷的字 也有一点这样的性格 就是有一个长线条 一直连 一直连在结构上面 可是黄山谷 有一些比较三角形的 菱形结构的东西 去重新调整了结构 那欧阳寻的基本上 他还是比较水平跟垂直 构成很强的这种 结构性上的配置 这是他墨基本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张汉田 看一下这个放大的这部分 就比如说这样的部分 其实是迁丝 书法里的迁丝 有一部分是有点 易到比不到那样的 比较随意的感觉 可是我还是觉得 欧阳寻 像包括这样的线 其实都很紧 用笔的那个方法 就是非常技巧派的一个书架 这是秋风起 乃之如雨 就不做官了 中国做官的人 一千年来就在向往这个人 这里面的空间非常有意思 刚才我们提到 那个祭白以当黑的那些问题 就是将墨尔围成的那个空间 会变成很复杂的一种空间 很像建筑里面的那个空 刚才提到的那个空 那么中国书法的美学上 也常常用很多东西来形容 密不容真 书可走马 都是讲那个空白 你的墨围出来的那个一点点的白 好像是从后面特殊光一样 所以那个空导跟墨射 就好像不在同一个空间上 就是在平面艺术的书法里 找到了一个三度空间的秩序出来